亚锦赛第二轮于昨晚结束 首轮胜率极高的国宇 在第二轮遭遇不少挫折 全天战绩九胜七负 包括一场女丹不战而胜 自动晋级 其中 男丹和女丹共有五人晋级八强 男双和女双则均仅剩一对独苗晋级 混双有两对晋级 国宇三名男丹共同闯过首关后 在第二轮有一人止步 十与其异 十八比二十一 十八比二十一 不敌不敌中国香港的李卓耀 陆光组和李诗峰携手晋级八强 其中 陆光组以二比一 击败中国台北的周天成 李诗峰以二比零 再次战胜宽拉伍特 四位国语女丹有三人晋级八强 陈宇飞和和冰娇 在次轮分别以二比零 击败大枯彩和阮翠玲 王芷一应对手李美妙 在晋级十六强后 宣布退赛不战而胜 晋级八强 韩月以零比二 不敌印度的新德湖 男双四对组合 只有两尾坑王场晋级 他们在次轮 以二比一 险胜韩国的金元号崔帅龟 另外三对男双 都先后赋于印尼组合 何继婷周浩东 在首轮零比二不敌 阿尔菲安阿迪安托 刘宇辰 欧选一在次轮的决胜局 以二十比二十二 西败毛拉纳菲克里 任祥与谭强在次轮 以零比二不敌阿山亨德拉 国语三对女双 只有陈清晨甲一般独闯八强 他们以二比零 轻取一对印尼组合 正与美张舒贤 在次轮以一比二 不敌日本的勇猿 何可纳松本麻佑 李怡静 罗徐明以一比二 不敌韩国的李少西白和那 混双方面 正思维黄亚琼携手 奖正帮魏亚新晋级八强 他们在次轮 都以二比零胜出 陈清晨方会 则以一比二 遭马来西亚的 无薰伐赖解敏逆转 无缘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 将于北京时间 今天下午五点开始 男单方面 陆光祖将再次遭遇 日本的奈良钢工大 李世锋将对阵印尼的精品 女单的八强阵容最为齐整 因为参赛的七位种子 全部机身八强 唯一缺席的是 在赛前就退赛的 七号种子拉差诺 而他所在的这一个区 晋级的是玛丽丝卡 四分之一决赛 王芷一将再次挑战伸口签 何冰娇在战戴茲 陈宇飞再战马丽丝卡 安喜迎对阵新德湖 双打方面 南双独苗两尾坑王场 将对阵中国台北的 李扬王麒麟 陈清晨贾一凡将对阵老对手 日本组合辅导游记广田采花 郑思维黄亚琼也将遭遇老对手 印尼的乔丹梅拉蒂 首次参加亚锦赛的蒋正帮 魏亚新将与中国台北 组合张克奇李指珍 争夺四强席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